你好,政治揭露,喂,大家好 這部影片播出是8月26日的,喂,大家好 其實核污水這件事當然繼續發酵 但是看來,我想兩三個星期之後 香港人就會當沒了事情,繼續吃日本的東西 因為現在的發展趨勢是這樣 我覺得香港政府處理的方法和大陸的方法是有所不同的 很明顯就是現在加一跟大陸之後想著放水 很明顯就是李家超加AO整班 好像就想玩東西了,想放水了 我們看看將來的發展 另一件事就有一個叫做立法會好聲音的東西 我覺得值得說的 究竟李家超去不去呢?現在沒有說定 但是如果這個會呢 最奇怪的地方就會有這個 在中國的熊凱恩在當中 就是我覺得,為什麼這群建制派不介意和熊凱恩一起呢? 那我覺得,是不是這群建制派都有問題呢? 還是按QQ,不知道熊凱恩去呢? 是不是真的熊凱恩這樣可以接受呢? 所以,等一下我真的想和大家說 除了這件事之外呢,亦都另外想討論一下夜市的問題 就是陳茂波說了夜市之後呢 基本上好像就沒有什麼設施的 那究竟陳茂波究竟想怎樣呢? 他叫人家去下班去喝杯東西 是不是你給錢呢? 然後呢,夜市的討論已經失去了焦點了 變成了,政府就吹完水就沒事了 那我覺得這個都值得譴責的,對陳茂波 好,那我們先進正題以先呢 都請大家訂閱,何止江有收必記頻道 分享,留言,讚好,還有按鈴鈴的 請你們會一天的十二點鐘,或者晚上的時候 看看有什麼影片出 現在香港呢,所謂的建制派的事情就很難無理頭的 譬如說這個AO王之華 他就有個升官的機會了 那就是回大陸去深造一年 但這個AO當然就會是一個 得到被注目的一個對象 因為他做民政專員的時候 跟建制派可能熟悉也好,什麼都好 現在建制派,我建制派 我不知道是不是包括民建聯工聯會 也都未必指民建聯工聯會 還有一大堆嘛,是不是? 就是那些什麼 自由黨啊 什麼東西,是京民聯啊那些 總之後面就有很多商界勢力的人 去款待他 那整個四十三席那麼多 大家搞了一個大食會 那豈不是很興奮啊 但是,喂 當然政府,我看到麥美娟就出聲 就疑淫淫了 他就說,沒必要搞這麼嚴重 是一個AO的 這樣 最重要的是,梁振英出聲 罵這件事 他說要殺著浮誇浪費之風 他這個叫做冰山一角 近年建制派社團浮誇浪費之風 日益嚴重,必須殺子 社團越來越多 飲飲食食無日如之 應繳付會的官員的級別越來越高 人數越來越多 公務員呢 的條例是限制了公務員接受款待的數目的 如果呢 惹惹去聘請公務員吃東西 就構成可能是貪污的 現在建制派被商界入侵之後 和商界結成一體了 開始就要搞台灣那種黑金政治 留水席那些美東西 是不是 留水席就是說會逢選舉 日夜都會開一些歡迎的地方 讓選民走過去就可以吃了 等於吃完收買了你之後 吃多兩三次 你都不好意思 所以你就會投票給 那個對象 就是那個政治人物 現在你不斷請官員 不斷地喝飲食食 目的當然就是收買他 到時就建制派 用這個政治名目去收買他的時候 收收買就是地產商 或者商界就開始 賣過來 其實後面是我給錢的 這個就是另一種形式運作的 政商勾結了 其實情況是這樣 吃不完就變廚餘了 梁振英罵 究竟這件事 麥美娟是不是輕輕放過 還是反正都是 都是隨便的 錢從哪裡來 黃之華有什麼回報 還是這傢伙 黃之華 本身就是地產勢力 不過呢 因為公務員事務局 那些大粒人 就覺得黃之華 是可以 要票染去紅一點 所以扔上去北京 實質上由頭到尾 都是他們 地產AO勢力的重要代理人 黃之華這個人 我真的會留意 是不是下一代的林鄭 或者是黃偉倫那些 黃偉倫 替地產利益 不斷努力工作的 這個 寧漢豪之流 那我留意這個人是什麼人 是呀 政商勾結這些事情 明顯是越來越嚴重的 現在 共產黨可以說 現在處理政制上面 真是我覺得普普通通的 香港這個 現在沒有泛民 剩下建制 建制基本上就是地產黨 另一邊 這個立會好聲音 就是一個國慶的活動來的 那這個獨立媒體 就emphasize管浩明 和容凱欣 但是其實呢 這件事有些 立法會議員 我真的不是很認識的 真的的而且確 這裡就emphasize 是不是李家超去唱歌呢 現在不知道李家超是否去的 總之是慶祝國慶74周年 我呢 就曾經努力去找 這個藍星行動是什麼 藍星行動呢 我去找看來又是一堆建制派 他開的會議 不只是自由黨 但是他和自由黨 和藍星行動比較friend 李鎮強 跟著剛才易志明 易志明也沒有去 吳秋筆 吳秋筆也有份 工聯會也有份 然後新民黨也有份 有時候我覺得建制 需要不需要這麼團結呢 是不是團結大家探戶呢 新民黨就很明顯反對在戈爾夫球場 工聯會在戈爾夫球場立場裡面 就好像含糊不清都沒有什麼出聲 哦 為打工仔努力 其實 都是被地產黨通了屁股 我這樣懷疑行不行呢 我可以這樣懷疑 這一個唱歌 漂白熔凱恩大會 大家坐在一起 新民黨有陳家沛 有何敬匡 當然有熔凱恩 大家都是新民黨 為什麼會沒有李子敬呢 李子敬不用漂白熔凱恩 陳家沛在這裏 管浩明在這裏 李鎮強在這裏 剛才就沒有了易志明 梁文港江玉佩 有些就不太認得了 這個好像 新界東南那個 就是 方角山的小孩來的 好像是 我不查了 這班人 坐在一起 就說慶祝國慶 是否漂白熔凱恩 這個漢奸之妻 或者直接就是漢奸呢 我不知道 很明顯就說 哎呀 我們 我們這班建制派 要找些明星 給錢 叫他們一起搞一下愛國 慶祝國慶 然後 順便票密一下 容凱恩給新民黨 這樣 後面有一個叫做亞太媒體製作 哎呀我又查 我又不會扔錢去查哪個大股東 我沒有這麼勤力 但如果你網上普通查 就查不到它是什麼 這壹事是馬會 加建制派 真的地產味很重的了 馬會是英國培植了一堆的權貴 不一定是英國人 但可以是英國人 即是很明顯呢 這個變成了漂白熔凱恩大會 李家超去不去呢 我真的會留意的 那我講回 核污水那件事 核污水那件事 核污水那件事我講很少而已 因為呢 其實現在按我所知 大陸是全面禁止呢 日本的水產 因為其實很明顯呢 日本那邊呢 就玩長期作戰 那就是說呢 現在我在你家裡放毒 但我是放少少而已 你不覺得的 那呢 我長期放毒 但是放很少 但是你吃幾十年呢 你一定生癌 那但是我 如果人是沒有這麼好耐性的 我 既然我的份量這麼少 那我 現在 兩三個星期後 那我還罵什麼核污水呢 照吃吧 他對身體影響這麼少 是不是 這個是日本很惡毒的用心 等於咳毒的原理而已 是嗎 你吃了 不會馬上死的 他慢慢放毒而已 是不是 他明知道他是惡意 但是他是慢慢放 吹什麼 是不是 你吃一年半載 你真的沒事的 你長期吃就會混蛋而已 是不是 不要說日本 如果你讓日本這樣搞的話 他 以後就更加不負多不負責任的行為去做 大陸這個處理方法 想著就是長期跟你鬥的了 就是 所有日本的東西 我都不是斷絕往來 我不進口 就是所有食材 水產品 其實我覺得 如果 是 未來 一兩個月 日本不改變他這個排放核污水的行為 應該斷絕日本的所有食品 而不只是水產品 現在開始 外國人出一些文宣 就說 喂 其實這一個是 中國矯枉過正 什麼什麼什麼 蕭若元的混蛋 又是說類似的什麼 然後又說大陸雙重標準 因為中國排放的核污水 比日本排放的核污水更厲害 核電廠正常運作的時候 都有核污水 但是核污水的量是很少的 很少的 所以呢 就是說 有毒物質的份量是不可比較的 日本那個是要排放三十年的 不過每次可能是 平均放在海裡的份量很少 而這些正常運作的核電廠呢 排放的核污水呢 基本上是 總 份量是少很多的 不過去排的次數呢 就不會默默去排了 隔一排才排 排的量呢 可能現在比日本排放的速度慢很多 那這件事就叫做將官理大了 因為中國所有核電廠都有核污水的 你始終都要用水爛的一些動作 大哥 所以現在這個將官理大 因為你現在是核災難事故裡面 你用了不知道 可能數以萬計 十萬計 比這些核污水多十萬倍的份量的水 或者污染物 你要分三十年慢慢排 而正常的核電廠呢 其實根本就不會有這麼多核污水的 十萬分之一百萬分之一 但是你現在不理了 這些就說大陸叫雙重標準 這些文宣呢 這些就擺明就是惡意的了 無論怎樣都好 那香港政府怎麼搞呢 香港政府就說限制十個刀院就不是全日本 但是現在日本賣的食物裡面 其實呢 有很多時候都不說哪個來源地 那你走去十個刀院 那其他那些 我只是把那十個刀院的產地來源的標籤 拔走 Made in Japan就可以了 我不說哪個縣就可以了 不說哪個縣就可以了 不說哪個縣就可以了 即是你香港政府就故意留一條蠟 接著就是虛應大陸 玩兩三個星期之後就說 哦其實都 確實也沒有資料 這樣就放回日本的東西去吃 那其實就是說 香港政府呢 不想著跟大陸呢 一字大陸是全日本禁了 現在香港政府就故意漏洞了 那我十個月我限制你而已 那你日本那些水產品 你就拔走標籤 不說哪個月就可以了 我就照收了 那香港政府這些行為 謝展樊這些行為是有問題的 這些是賣國的行為 那最後啦 即是我不罵那麼多了 因為拿了其他的說 夜市 其實陳茂波呢 也是不負責任的 我可能我想到 夜市是不是搞年宵 行常化 陳茂波沒有decare 什麼是夜市 也沒有說年宵要行常化 那就是搞什麼呢 是否大家 為了你陳茂波 特地去南桂坊喝杯飲料呢 是否特地吃完飯 沒有東西做 去糖水店吃點糖水呢 老實實 以健康的角度來說 我反對喝糖水 反對喝甜食 我覺得無論什麼年紀都不要喝這麼多甜食 因為甜食呢 很容易致肥 年輕的要瘦 其實中年人都更加要瘦 那怎麼辦呢 喝杯飲料是喝啤酒啊 喝酒也是對身體不好的 即是你叫我刺激夜市 那你想怎樣呢 跟著呢 現在呢 開始就說搞夜市 蘭桂坊啊 呂志文 呂志文說 喂 搞夜市不需要賣便宜啊 那我沒有冷氣 跟著去晚上 那樣 如果是一塊 好像是維園一塊 連銷市場那樣 那你不便宜的 我去來做什麼呢 熱騰騰 是不是啊 香港現在天氣 其實二十幾三十度呢 去到十一二月都還是二十幾三十度的 就是十二月 間不中有些冷風 那樣 但是有時候 凍完又變回二十幾三十度 那你說 做夜市 如果不便宜的 我去來做什麼呢 是不是 如果你去 台灣那些什麼 隔逢夜市啊 不知道什麼的夜市啊 即是他們 台北啊 台中啊 台南都有些夜市的嘛 那些夜市是賣便宜的 那些夜市是賣便宜的 現在就說 哎呀 不要做便宜 那搞什麼春夜夜市呢 陳茂波還是語意不清啊 其實是不是說完就算呢 等於啊 曾任權說叫我們 會人生三胎 那樣 說完 沒有任何政策配合 那就說一下就算 是不是陳茂波你學曾任權說 又是說 哎呀你晚上晚點回家吧 那樣 你真的語意不清啊 但是 你要救經濟 麻煩你有政策啊 OK 其實夜市這件事 背後是牽涉地產霸權 你地產商會覺得 喂你如果真的連銷市場恆常化 某一些公園 批出來做 做一個 一塊空地 大大地式 做夜市 這件事會威脅到他們的生意 那你很難搞啊 是不是啊 搞不到了 是不是 那你說叫這個 銅鑼灣 時代廣場 他門口有一塊大地 那塊地 要搞一些夜灘 舉例是這樣 但是你猜 時代廣場會收那些灘位 去分出去 你猜他分得便宜嗎 快地是去的 你在他門口 快地開 夜灘的話 肯定是收貴你了 收得貴的 那最後 那灘市就沒有吸引力了 是不是啊 那怎麼辦呢 陳茂波只說 現在香港經濟問題在哪裡 香港經濟問題是因為人民幣倒 人民幣倒 因為股市倒下了 因為香港很多主力的藍籌股 都有很多的營收在大陸的 譬如說阿里巴巴 騰訊 一大堆 你人民幣倒 他們的生意是用人民幣運作 所以跟著人民幣跌的幅度 他的股價也要跌 所以牽涉到 恒生指數也要跌 第二次恒生指數也要跌 第二次恒生指數跌的 就不只是 這些人民幣跌了 就是樓市不行 譬如說 李嘉誠國價 樓市就跌了 開關後很多關於樓市不好的消息 樓市股市都死了 但是 我聽到的 嘉湖山莊現在 三房單位 630多呎 欠守8千元呎價 即是說 嘉湖山莊跌到8千多元了 新界北 1萬元左右 然後逐點逐點 所以樓價跌得很厲害 當然香港經濟真的不好 人民幣跌 這件事也會影響 大陸人不下來香港 香港人回了大陸 是不是 即是說窮了 你叫我坐飛機去那麼遠 我想省錢 有些人瘋的 很多錢 沒有的 日元又跌 人民幣又跌 那就坐飛機去日本玩吧 是吧 即是說 香港人外流很厲害 無論是回大陸還是去其他國家 然後 其他外國的旅客很少來香港 所以香港現在是死的 喊夜市 想撤擊本地消費 但是說 你經濟整體不好 那你哪有些人去 虛耗自己的實力 在這一個時候 去 去 真是說 哎呀我多花一些 炎虛耗香港 這樣 我犧牲自己 這樣 這些是不可能的 市民不是白癡的 其實我想問 可不可以搞人民幣和港幣加歐呢 現在人民幣和港幣相差不太遠 人民幣跌到7.3 港幣7.8 7.85左右 但是當然聯繫匯率都限制了 7.75至7.85之間 喂 人民幣和港幣呢 越來越近 喂 其實現在 會不會趁機一次過 將港幣和人民幣直接掛歐呢 不跟美元掛歐呢 來一次過之後 以後 香港 是叫做 小小所升值了 可能7點 對美元 由7.8升到7.3 或者7.4 升了小小值 但是以後 一氣過 我們香港呢 輸入內地的東西呢 會便宜了 接著呢 以後 香港經濟和人民幣經濟 掛死去 喂 那你陳茂波你是財政司 這件事你應該 要想的 你跟美元掛歐 現在香港 千萬樣的問題在這裏 就是因為人民幣下跌的嘛 喂 其實現在不說 港幣轉掛歐呢 不知道什麼時候說的了 如果你說 喂 人民幣下跌 而香港不跟他掛歐的話 那怎麼辦呢 這個呢 我先說一件事情 先說一下